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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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我是戴戴戴戴戴戴 今天一大早 我們帶大家要去吃肉 現在是早上九點多鐘 然後為什麼一大早要去吃肉呢 因為前兩天我們看了一個Youtube大神 拍了清麥的一個 它叫beef satay 就是牛肉沙店一个小摊 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吃牛肉 所以说我们今天带大家去转一下 因为这家摊子只有在早上7点到11点有开 然后下午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早上过去 很多人在问我怎么样可以在泰国长期的居住下去 因为泰国不是个移民国家 所以就不存在移民政策啊这些 所以在泰国要长期居住 就是长期签证 然后长期签证分很多种 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种就是养老签 养老签其实是最简单也是最省钱的方式 然后你只要每年在你的泰国银行账户里面 存满80万台铸 然后存满三个月 银行开一张证明出来 你就可以去办养老签 然后第一年签的时候只要存满一个月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个要求就是年满50岁以上 现在好像我听说马上要新规定要年满55周岁以上 然后第二个签证 语言签 如果你在泰国学语言的话 学泰语的话 可以办一年的语言签 但是语言签证 对中国人来说就是每年需要回国 重新办第二年的签证 对于其他签证都可以在泰国移民局直接学签 不需要回国 然后第三种就是我儿子的学习签 其实跟我语言签都是一样的 是一滴签 Education 然后一滴签 但是小孩子的全日子的一滴签的话 他是不需要回国续签的 每年只要到泰国当地移民局去续签就可以了 然后小孩子读书 那是不是有陪读 那妈妈可以办的陪读签 陪读签跟那个小孩子的签证是一样的 每年只要在泰国续签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还有那个工作签 工作签你可以在这边工作 但是工作签不光光有签证就可以工作 你还需要有一个工作证 然后有工作签证跟工作证 你可以在泰国合法工作 然后比如说你在泰国工作签是办了一个餐厅里面 你只能在这个餐厅里面工作 餐厅里面工作都是违法的 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毅力签 精英签就是花钱买VIP签证嘛 不过这个也是要审批的 好像是10万人民币5年 20万可以买20年 但是5年的跟20万20年的里面的享受的待遇 好像是不一样的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如果大家有想知道具体的话 可以网上搜一下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教师签 还有什么志愿者的签证 这些我不是特别了解 而且也不是常常很多人会办的一些 所以这些我不是特别了解 因为泰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 所以不存在移民政策 包括绿卡这些 好像有长期居住 就是你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以后 好像有这个 但是好像挺难办的 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办下来 所以我就觉得养老签在泰国来说 就相当于一个绿卡 就是你办了养老签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费用 你只要存签在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你续签完以后 你这个80万台数是可以拿出来用的 到第二年再去续签的时候 你只要再存进去存三个月就可以了 然后养老签的话 你回国随时随地可以回国 也不存在说 你在泰国一定要一年担满多少个月 多少时间 这都不需要的 所以多说养老签是最方便 也是最适合的长期签证 但是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必须养老签50周座以上 然后以后可能 因为最近是凉季 所以清白早晚其实有点凉 但是我跟国内的朋友说 清白现在早晚挺冷的 差不多只有20度左右 很多人觉得我在装逼 但的确你看我们 现在穿的都是长袖 当然还是短裤 夹脚拖 但是对于长期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 早晚的确是 不能说两晚应该是冷的 早晚 你呢 呢 哦 母 呢 呢 呢在泰语就是油肉 母是猪肉 盖是鸡肉 然后坐在餐位前面 一边烤一边吃这种感觉 可能只是我 只有我在学生的时候 读小学初中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 这好像是椰汁 你卖牌 卖牌就是不辣的 这个是不辣的 开火这边很多 你买吃 它会给你配菜 配菜的就是有黄瓜 这黄瓜好好吃 又脆 然后有一点点甜的嘛 这个卖牌 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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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就是 我们吃的那种 像酸辣的那种 但它不辣 是酸 酸的辣 还要挺双口的 其实在新麦 很多好吃的 都是常在小龙旁边 就像我们所说的 黑暗料理 但是很多黑暗料理 味道要比一些 我们所谓的一些网红餐厅 味道要正宗 而且要更好吃 因为之前 那个游球大神说 这个是 Beef Sate OK 这是沙爹牛肉 这个味道的确是那种 甜甜的沙爹味 这个酱好像也是沙爹酱 一大早出来吃肉 一口肉蒜 一口辣椒 一口蒜 阿罗 全套的味道真好一样 我从来没有曾吃过 这个应该算是 大蒜吧 但是甜像羊肉肉的 然后 这个真的好辣 我们泰国老师跟我们说 泰国辣椒越香越辣 真的 真的好辣 肥膜吧 好辣 好辣 很辣 好辣 什么辣椒 哇 No. Easy 就是120度 這人民幣差不多就24塊錢 我們吃完了好吃的東西 必須帶點給張先生老闆吃一下 我們小時候在小學門口 上海話說的那種小牛 就這種獨串的小肉 然後我們基本上每個學校門口都會有這樣的小肉 實際有個朋友就說這個聲音 他們說那些肉其實都是貓肉 然後吃這個肉串 搭配著蒜的辣椒 也算是複酥搭配 吃起來完全不會膩 看上去好像很多肥肉 但完全不會膩 其實這附近有好多好吃的 吃了還要帶 這是好習慣 其實有很多人覺得泰國人懶 但是我現在在這邊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後 我發現他們並不是懶 他們只是會享受生活 就是不會把錢跟工作放在第一位 可能就是像這樣一個早晨 在路邊探吃一點的東西 我覺得泰國人真的挺不享受的 本來我們之前買的油條一直在這邊 今天好像看樣子是沒有油條了 很多人在問我 聽賣這個油條哪裡買 就在這裡 你可以在Google map上面搜索 這個叫老地方家常菜 然後其實離古城不是很遠 如果大家對我們的視頻感興趣的話 可以關注訂閱我們的Youtube 哺哺哺哺哺哺 以及微信公眾號泰哺樂 然後我們下次見 拜拜